电影娱乐,与你解忧,大家好,我是小悠,今天继续带来惊悚漫画《未来快递》,这天阿豪收到了一条奇怪短信,里面的内容就是推荐阿豪下载款名叫《未来快递》的APP,只要是新用户注册,即可享受未来您所购买的一切物品。 看完这条短信后,阿豪就忍不住吐槽,现在快递行业都开始内卷了吗?还有什么免费获取未来的快递,骗人的吧? 看完短信后,阿豪就开始准备抢购最新发布的S6游戏机了,结果整点一到,S6游戏机瞬间就被抢空了,阿豪气坏了,真是奸商,每次都抢不到,而下一次抢购又要等一个月了。 下个月,阿豪突然想到了什么,对了,刚刚不是收到了一个未来快递的小广告吗?要不安装一个试一试? 点击下载后,系统弹出一个使用说明,欢迎您使用未来快递,等快递所提供的物品皆为您未来所拥有的物品,可以点击未来物品栏进行扭乱,看好后可以下单,而前款将在未来扣除。 看完说明,阿豪就傻眼呢,真有这种好事,不用现在付钱就能享受到自己未来所购买的物品吗? 点击物品栏后,上面立刻显示了阿豪未来六个月所购买的商品,S6游戏机,未来的字迹果然买到了,阿豪很激动,立刻就下单了,下一秒,门铃响了,阿豪开门一瞧,门外不见人影,而地上放着一个未来快递的包裹,拆开后,阿豪忍不住大喊一声,太淡了。 果然是S6游戏机,没想到这个未来快递是真的,而且效率也太高了吧,就当阿豪开开心心玩着游戏机的时候,一张小卡片从快递盒里掉了出来,上面写着,该物品已被过去的你签收,谢谢您的使用。 第一次尝到甜头后,阿豪就停不下来了,他又下了一单,将未来所购买的零食送了过来,一边吃零食,一边打游戏,这日子简直太爽了。 不仅如此,这个未来快递APP也成了阿豪窥探未来的一个工具,将物品难调到未来一年,上面居然出现了明信片《玫瑰花》和《写真集》,阿豪感到很诧异,未来的自己会买这些东西吗? 于是阿豪又下了一单,将这些东西全都寄了过来,结果寄过来的东西阿豪还真的不喜欢,然后阿豪就将它们全部扔进了垃圾桶,有明信《写真集》,玫瑰花,还有几罐糖豆,画面一转,五个月过去了,这天上班的时候,阿豪收到了一个快递,阿豪觉得很奇怪,不记得最近有买东西啊。 打开箱子后,阿豪傻眼呢?偌大的一个箱子里面居然只有一张小卡片,上面写着,亲爱的用户,您的货物已被过去的您签收,感谢您的使用。 紧接着,阿豪就收到了扣款的信息,看着金额应该是购买S6游戏机的钱。 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,阿豪此时此刻所买的东西开始不断被过去的自己签收了。 比如今晚,阿豪买了一大袋子零食,准备回家看球赛,结果还没到家,袋子里面的零食突然就消失了,然后只剩下一张已被过去的自己签收的纸条。 既然过去的自己拿走了现在的东西,那阿豪只能再去更久远的未来拿东西了。 最多这时,女友娟子过来了,娟子一进门,就把几个空箱子朝着阿豪扔了过来,阿豪一脸懵圈,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然后娟子大声质问阿豪,你怎么回事,居然拿一堆空箱子给我,是耍我吗? 原来阿豪这几天在网上给娟子购买了几次礼物,结果这些礼物全被过去的阿豪拿走了。 其中就有罐装的玫瑰花,明显写真集,发卡和一罐糖豆。 阿豪准备解释,但娟子正在气头上,他不想听,直接摔门离开了。 阿豪想要去追娟子,结果胸口突然传来一阵脚痛,疼得他站都站不起来。 隔天,阿豪就去医院看了医生,一番检查后,医生告诉阿豪,你这是急性心脏病,这种病猝死率很高。 我可以给你开一点激素救星完,等你发作的时候记得吃一口,还有切记不要再动路了。 回到家后,阿豪就将医生开的药倒进了一个玻璃瓶里,为了方便拿取,阿豪就将玻璃瓶放在了床头柜里,这样的话就万无一失了。 就在阿豪放药回来吃外卖的时候,他的外卖已经被过去的自己拿走了,不仅如此,刚刚塞满的冰箱也被洗劫一空了。 阿豪很无赖,只能再向未来的自己拿一点食物来吃了,结果未来购物显示什么都没有。 这是什么意思,难道未来的自己都没有钱购买东西了吗? 阿豪越想越生气,然后胸口再次传来一阵脚痛。 糟了,一生气,心脑病就发作了,阿豪急忙回房拿救星丸。 万万没想到的是,刚刚放在柜子里的那瓶救星丸,也被过去的自己拿走了。 这一刻,阿豪终于想起来了,记得有一次扔掉的东西里就有一罐糖豆,当时觉得是小孩子吃了就扔进了垃圾桶。 没想到,那就是未来自己的救命丸啊。 故事到这儿,也就结束了。 电影云娜云女解忧,下次再见。